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判断Net公司登报向司法监察单位陈情提出告诉与假处分的动作 基隆市长谢果良在接受媒体提问时对外界说明市府都是依法行政 所以我觉得讲真的我觉得我们是有点莫名其妙 然后我们认为我们这一次的评选做了很负责任的努力 找出来对基隆市的商业环境最适合的一个评选 而且重点是现在在登报的厂商他也有来投啊 他也有来投然后他也提出了很好的条件啊 但最后他没有拿到啊 所以我会讲说第一我们是有一点是善意但是冤枉的第三方 我们从来没有跟Net定过任何合约 Net怎么可以去定一个把政府的所有续约的时间都跟大日都定满的 这一点我觉得他们应该要自己要了解说为什么 还是有人默许他们可以定这样的合约 那第二点就是说我们现在定这样子的合约 然后公开对外招标一个有四家 Net也有来投标啊 他也做了很完整的presentation presentation里面完全没有提到跟我们的这个相关诉讼啊 但是他没有拿到标以后他就有了这样的作为啊 市长谢国朗表示三方关系就像市府市房东租给大日后 大日又转租给Net投资营运 而大日与Net订定的契约是私约 他认为内容上有法律一意 这是我后来在庭上才取得的文件 因为人家告我们嘛 我们总是要去问说 那你你的依据是什么拿来看看 我还是必须讲 我们基同市政府跟这一份契约书是没有关系的 这一份是大日跟Net的彼此之间的契约书 就像我是房东 我租给房客A 结果房客A又转租给房客B 也就是Net 但是我们房东没有跟房客B 也就是Net有任何的关系 但是我有在这个里面 有看到了一个租刃的期间 他把这个租刃期间呢 是从115年到 这个我们等一下会提供 105年 一共到114年 12月31号为止 就还有两年 那如果按照这样看呢 也就是说 大日跟Net订了一个私约 然后把5加3加2的时间全部都算进去 但他在订约的时间 政府根本都还没有给大日停车厂这样子的一个续约的资格 那我们从头到尾都是订跟是大日的合约 那我必须讲大日跟这个Net订这样子的一个私字契约 并且把政府还没有评选完的合约期限全部都纳进去 我认为这个是有相当高的法律一意的 我也呼吁相关单位应该要来了解 那政府我们呢就是因为大日停车厂的确拿到了加3这样子的一个合约续约 但是加2的部分他就因为在去年他曾经被搜索了嘛 他曾经也被深压过 那站在我们的立场一个已经被搜索已经被深压的公司 我们的确是有一些不方便再给他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加2的续约 因此我们就没有让他续约 然后重新对外重新招标 对外招标的时候呢 一共有4家来投标 包括今天的投报的Net商场 他也来投标了 而且他也提出了非常多优惠基隆市民跟基隆大众的一些方案 那表示他也认同我们现在所招标文件的这些契约跟相关的投标的环境 但是因为他投标那最后他没有拿到 那因此他登了一个这样的广告 那我们是深表遗憾 那我还是必须先讲 就是第一我们以合约来说 从头到尾都是对大日 我们从来没有对过Net 所以Net不应该是要寻求这个基隆市政府 而是应该依他们的合约精神 回去找大日停车场来讨论这些事情 那现在有很多人问我们说 那为什么出差20年 但是就是因为时间长才做适合的投资 大家不会有争议 你看现在他是不是有争议了 所以我认为说处餐是可以 由主管机关来订定适合的年限的 那现在正好凸显出 你就是要一个足够的年限 好的一个投资金额 跟长时间的一个经营 才可以让好的有品牌的厂商 愿意长期的进来基隆经营 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 不要再发生这样子的一些争议 至于媒体询问Net方面的回应 Net委任律师表示 东岸广场地上务的二三四楼 是他们出钱兴建 因此登报提出了相关诉求 采取法律行动确保权益 当初订合约的时候是 他们代日跟他们订合约是完全 完全没有二三四楼建物 都是我们主妇的服装公司 独立盖起来的 二三四楼独立盖起来 而且还有独立的出入口 这个绝对是我们原始取得的所有权 这些都是我们的 但是今天市府在这个情况下 居然把整道二三四楼 从一楼到二三楼全部都要给别人 那这个有道理吗 他没给我们半毛钱 没给我们任何的服务或什么 就全部都移转过去 那我们这些损失 我们应该要找谁来这个球场 来这个拿呢 这是他直接侵害了我们的所有权能 这是我们这边的看防御意见 那其他的部分当然就如我们 这个新闻上刊登的这个状况 我们市政府定的东岸停车场 这个促仓案 是跟大日开发公司定的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跟Net没有任何关系 那现阶段主目标 就是说Net主付 他有提出来说 针对东岸商场 他投资那一个部分 就我们认定他是跟大日之间的施约 第一个是施约 所以基本上 他假设有任何一个司法 或是权力的一个主张 寻所谓的民事 应该就是跟大日开发 而不是跟市政府 这个首先要厘清 就是说市政府跟主付Net 没有任何的一个采购契约 我们只有跟大日开发 这是第一个要说明的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快要过年了 受到物价上涨和通膨等影响 让许多基层民众可能更加弱势 七堵庆济宫连续地 33年举办寒冬送暖活动 由庙方以及石方善信大德 一起展现爱心 购买制政大约 300份包括白米 酱油 米粉等各种生活物资 记住300个弱势家户和民众 本工都一直发送寒冬送冷的物资 我们每年都准备300份 给这些需要的人 我们透过警政单位 透过学校 透过委员 有需要的 真的会在 真的很幸福 除了我们除了一些 真正的需要以外 我们都是在用心 有真的给需要的人 不是说一般随便要就给他 所以我们办这个是 大家委员 今天委员跟义工 全部一起来帮忙协助 我们每年都来办这个活动 我们委员会有提拨一大款项以外 我们来自地方社会 有爱心的一起捐献给本工 一起来做这个善事 非常感谢这些默默的帮助的社会各界人士 谢谢他们 另外因应新冠肺炎疫情上升的趋势 庆济工特立在庙城挪出位置 协助作为基隆市卫生局办理新冠肺炎疫苗注射地点 由新昆明医院医护团队负责帮民众评估接种疫苗 也获得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和卫生局长张贤正的肯定和感谢 非常谢谢我们庆济工这个 我们的这个全体委员 包括我们主委 柯主委 他们就是从早 听说早上五点都开始忙到现在了 那也谢谢我们今天 基隆市政府卫生局也到这边 打这个新冠疫苗 那秀玉在这边代表我们基隆市的乡亲 感谢我们这个卫生局 也是一大早就来到这个我们庆济工这边 来服务我们乡亲 真的我们基隆市政府这些公务员 真的很辛苦 常常有一些活动 都要七早八早就出门了 所以我真的在这边要告诉我们基隆市的市民 我们基隆市这些工部门真的蛮辛苦的 我们也要给他鼓励肯定 那谢谢我们庆济工 今天发放这个物资 也代表基隆市的乡亲 谢谢我们庆济工 谢谢 每一个场次都非常的踊跃 我们市民朋友有感受到 我们周边很多人的那个 呼吸道传染病已经有又变多 其他县市都开始有一些 因为没有打最后这个新的 XBB新的变种的疫苗 开始有一些重症跟死亡 那基隆有一些零星的 这样子重症的案例 那当然刚才我们讲到说 长辈风险比较高 但是其实不是只有长辈 如果只有长辈打这个新的 XBB疫苗 那个群体的保护效果会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不管是几岁 只要六个月以上都可以来打这个新的 在我去年的十月以后 这三个多月没有接种过这个新的疫苗的 我们鼓励我们的市民朋友 尽快出来打疫苗 副议长杨秀玉也亲自带着 基隆市议会印制 写有荣吟得瑞喜气祥瑞的春联 到现场发送给民众拜早年 祝福大家新春愉快 和家平安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我们白苍可以把它做成两吃的方法 然后我会把它鱼肉片下来 然后我们把它骨头也炸上去 拿白苍鱼做年菜可以一鱼二吃 让主厨亲自示范 鱼肉放进锅内 这只作响不到几分钟 就能够变出一桌佳肴 酱油 淡酱油加点味淋去沾它 就像日式天赋楼的概念这样子 这回金融仪会推出了三组年节礼盒 会依照内容物不一样 价格有所变动 一千以上到三千多都有 我们今年的现在只推出十天 我们就销售了五百多盒了 很快 我们每天都销售量都很大 而且每一样都有 有鱼有虾 有本港的小茧 还有超丁 还有今年最夯的石盘鱼 不想买组合没关系 还推出了干贝促销价 相当便宜 一千块有找 大明虾跟剑虾价格还算平均 不会说涨一层至一千半 我们会尽量把我们的国产的 虾在地的一层推出外面 抢空春节礼盒商机 这种区域会推出了三款海鲜礼盒 邀请家政班一起烹饪 制作各种年菜 比起到市场采买 其实冷冻的鱼货 这几年来大受欢迎 直接在网络上点一点就可以 把货送到家里多方便啊 然后这个是狐仔鱼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鱼条 就是那个什么 鲑鱼鱼条 这个鲑鱼长吃很好啊 这个深海鱼类的 这个鱼鱼肉片的天啊 鱼鱼肉片我们要做酸菜鱼 所以以真空包装来说 大概一年以内东西都会非常的新鲜 除非说像一些白虾的包装 它没有真空包装的话 我们就尽量早点把它煮完 然后真空包装都可以尽量留久一点 所以我们这样依序的去煮完它就可以了 通常过年前海鲜都会涨一到两成 时间越接近价格也可能再往上攀 不过这回渔会推出了组合礼盒 既除了优惠方便民众采买之外 也能够帮助渔民生计 记者黄烧鱼金融报导 放入葱段彩椒稍微翻炒最后简单调味 再加入已经翻炒过的煎虾色香味俱全 还有非软香肠搭配乌鱼籽 酱烧活鱼新鲜炸花枝 每一道料理都是愉快家政班的杰作 就一汁都一口刚刚好 非常适合 年纪长的 小孩子 营养又好吃 而且我们在炒的过程大概应该不会超过三分钟 就只有用盐巴调味 过程如果大家有看到 然后你要用什么颜色都可以 下个月就是农历春节 金融区会举办了料理竞赛 邀请家政班 临近的邻里 使用金融鱼货来场大车拼 现场除了专业评审定胜负之外 也邀请长者品尝 提前聚餐围炉 让大家同心协力来做菜 把自己的私房菜拿出来 煮一煮让大家来吃 我非常高兴 有黄鱼 有鱼 还有虾子 这是都外面不像我们的新鲜的 然后还有飞鱼卵的一种香肠 那是小孩子最爱吃的 荷家都可以食用的 我先感谢基隆区会举办年菜的比赛 那有荣幸大家看好我们团队 沙子宇这些阿姨把煮了八道的丰盛的年菜 利用基隆带港的渔获 这个时候年节最适合的年菜组合 基隆区尾这几年都推动 有荣卫不住在推动 所以说每到过年的时候 我们都邀请这些淫华族一起来围炉 让他们提前享受到过年的气氛 桌上三十多道料理整齐排列 光是要如何打分数 就让评审们伤透脑筋 加震班做得不错 这几年都最上一般这个加震班 所以说你看这么多加震班 来做到我们基隆的推动 我们基隆的海産品最好 加震班在主办年菜这个活动 然后大家都立把这些冷冻的海鲜 利用的零零尽致 所有食材煮起来都非常的新鲜 非常的好吃 所以我觉得真的不用说一定要新鲜 因为冷冻的东西也是很新鲜的 一道一道的美味佳肴正式上菜 这种去一会邀请长坛里长辈们 一同围炉 让长辈们直呼真的很丰盛 有白青 有红柜 都是很新鲜的鱼 可以预购拿回家再加热 也很方便 我们今天的年菜 今年推出的年菜 请这些阿伯安某 用他们最平常 最实在的做法 饭豆 让这些设计的阿公阿嬷共享 这场料理比赛 不仅强调美味 更贴心搭配长者 容易咀嚼食材 制作出既营养又消化年菜 让长辈们吃得开心 感受到一会敬老遵行的用心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天气冷酥酥 排银即用分行 银行还没开门 队伍就排了好几圈 全都是为了抢 楼年套币 就连版本都出动了 拜几点来开 四点吧 四点哦 四点半就来了 所以你们全部的衣服都特别加厚 你穿几层 你穿几层 穿两三四层 有民众上周五就来排队 有没有开心 终于抢到 熔年套币 不觉很冷 还好啦 为了这个熔币之后 冬也没关系 很冷 今天都很冷 在拜五六拜 对啊 刚才在拜五百 今天清晨就来拜 今年的熔年套币 一款是金融土珠 祥云为市 百元面额的银币 而另外一款十元面额的 铜和金币 这面以祥龙细珠为主题 背面以玫瑰花 象征浪漫美好 为了要融币 所以 真的要能耐一下 辛苦一下 辛苦也值得吗 有值得 我觉得买到是值得的 中央银行发行的 熔年套币限量九万套 采取网路预购 零贵销售 各地都有配额 每套售价新海币一千九百元 民众把握机会 收藏熔年套币 迎接金融年到来 你也是清晨就来了 记者黄少铭金融报道 我来看 一个很明显的 将来 我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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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来看 我来看 主要是一台公司 有家的一台下禮拜可 我可以帮我们家大扫一下 一下下就好 这样不好吧 请谈哦 雇主批用外籍移工 需向政府申请核准 非法留用他人的外籍移工 将处于15至75万罚还 我什么都没说哦 并顾外籍配偶工作前 应核对外籍配偶外侨居留证 及一清户籍资料证本 画面上是在中正区 新丰街的福德宫 基隆市卫生局 加开社区接种站 帮民众打新版的XBB疫苗 由于近来新冠疫情升温 因此吸引许多民众 前来排队接种新版的新冠疫苗 那今天那个卫生局 他们伴在我们这个福德宫这边 会不会觉得就近方便 方便啊 所以就一早就先过来了 对啊 住附近 住附近而已 另外一座山啊 也是附近啊 因为怕确诊啊 最近有感觉到这个是不是有升温 对啊 而且接下来要过年了 所以赶快来到 就是有那个里长有在社群里有宣传的 那我妈妈就叫我带阿嬷来一起就打 对 会不会觉得这里蛮重要 因为毕竟现在是新的新冠病毒 对啊 毕竟我们年轻人会出门嘛 那虽然老人家不出门 不过就还是保护他们 就觉得还是打一架比较好 怕哪里想要快来煮 叫我煮就我来煮啊 看电话通知啊 没有啦 我们社区有那个电梯里面有 有签那个注射广告 有没有觉得最近好像很多人 疫情啊感冒这个又好像又升温了 应该有吧 我就是怕谁才能打分啊 就是点凸要下 说今天了 刚才来的 对啊 坐在这儿海洋了 最近呢 有感觉说好像确诊 这开始还有很多所以要注意吗 对啊 对啊 要注意啊 现在仍然比较低 还要严重啊 所以口罩一定要大 对啊 对啊 所以不需要挂口罩吗 对啊 对啊 这样更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啦 对吧 卫生局局长张贤正也强调 由于目前流行的郡株跟先前已经不同 因此特别呼吁民众 要再打新版的新冠XBB疫苗 才能有足够的保护力 今天是我们1月中1月20号 那我们这个周末从昨天星期五 今天星期六明天星期日 都在几个不同的地区 都有做社区的接种站 今天我们在这里 新丰的福德宫 然后跟在我们伟校台北的那个社区 我们也感谢包括我们福德宫 然后还有我们的社区 很多地方都提供我们场地 因为最近就是大家都有看新闻啊 知道台湾各个县市 那个呼吸道传染疾病 已经很短的时间内就非常的多 然后因为选举啊过年啊 大家来来去去 所以其实人与人的接触 跟互相传染的机会非常的高 那在这个新冠最近又开始有一些重症 甚至会死亡的个案 其实他们都是在最后这个 在新变种的病毒之后 没有再追加一剂疫苗 其实我们对于现在在流行的 这几种新的变种的新冠病毒 其实是没有抵抗力的 所以我们才会鼓励大家说 那我们还是要再来追加一剂疫苗 平常日我们在卫生所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卫生局网页上面关注 有些卫生所可能是星期二或星期三 或星期四 那有一些疫苗这些种的安排 那在周末的社区 我们也会看这个礼拜接种的状况 然后在媒体上面 还有在我们的网页上面 去公布我们社区接种站的开车 我们下个周末也是会再继续提供这样子的服务 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在自己最方便 最可敬的地方 然后来接种疫苗 那不管在卫生所里面 在合约医疗院所里面 或者在社区里面 真的人都还蛮多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很心疼 但是我们也很努力的 让我们的同仁能够服务的速度 不错误 然后又能够尽量加快 再次谢谢市民朋友 非常的有踊跃 又非常的有耐心 除了在现场确保接种流程的顺畅 卫生局局长张贤震 也诚心参拜福德公的土地公 祈求神明保佑市民健康平安 也再次提醒民众 尽早完成新版的新冠疫苗接种 提升自己的保护力也保护他人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基隆不是只有庙口 超美景点一日双塔 你来过了吗 今天要来一个基隆新开放的景点 神秘的嘉宾 灯塔推动者何淑萍基隆市议员 第一站先来到太白庄的基隆灯塔 蓝天白墙超有希腊的感觉 网美照轻松get 私心推对面货柜码头 拍起来超好看 超缤纷有没有 基隆市议会联席审查会主席 何淑萍议员特地邀请网红精灵 拍摄短视频行销基隆双塔游 也就是从球指山灯塔到基隆灯塔 这一条基隆双塔践行旅游廊带 可以看进基隆内外港区 以及和平岛和三根烟囱协和发电厂 美丽的山海景致 成为基隆市新兴的旅游践行路线 不过当初积极推动成功开放这条路线的 市议员何淑萍亲自采线过程中 却发现最基本的观光导览解说 虽然有力牌子却没有内容 可惜不足的地方就是 在基隆灯塔的路口处的 那个异象的指标牌 第一个它的上面都没有指标牌 那第二个就是它沿路的这个路途呢 有一些没有铺设的很好 有些都阶梯那个松动 那第三个就是它二层的观测台 那里也没有开放 那希望就是说这一次 也非常感谢基隆市政府 以及港务局 开放我们 我六月份来的时候 那它还没有这个基隆灯塔 还没有完全开放 那现在就是一月份的时候 它开放外部的这个景观 让我们市民朋友来参观 那也希望就是说进一步的 能够再开放 尤其是内部可以让我们参观 是更好的 另外何淑萍也发现 全部分观景台的地砖玻璃 有安全上的疑虑 希望航港局和市政府可以协调好 责任归属尽快改善 何淑萍也认为 球子山灯塔下方原有军方废弃营区 如果可以做更有效整体的观光规划 对于发展当地观光将更有帮助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五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八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轻 等气设定26至28度 晚转时间 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 节电不停歇 节电 从我改变 星期一 多多运动走楼梯 星期二 随手关灯要贯彻 星期三 衣物日晒自然杆 星期四 定期保养勤擦拭 星期五 冰箱秒数认真数 星期六 节电擦坐要使用 星期日 节电天天是好日 就是它 把它处理掉 电费杀手 帮我处理啊 Showcase 首先 我发现你的冷气 开的太冷了 刚刚的绿管比较固定清醒 电池 因此洗衣机等等 电池用品没在用 而加插头 随手关电灯 这些小动作 必须省下不少电费 老只电炮换你LED 省电 省钱 又力量 哎呦 真厉害啊 基隆有如童话故事般的咖啡店 在哪里呢 梦幻千层蛋糕到底留几钱啊 限定版的委托行咖啡 究竟在哪里呢 基隆味姐妹将用镜头 带领观众实地走访 体验基隆的味 当科学家文学家还是艺术家 都不如有一个自己的家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你以为今天明天的日子照样 其实你们在为彼此互相照亮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或许无论你有局没局 在社会住宅里 人气往路都能再开心去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大家好 我是内政部长林又昌 中产以下房贷族支持专案 从6月1号开始开放线上申请 手续简片 免付证明文件 只要输入借款人的基本资料 就能够完成申请 通过申请者 单万元的支持金直接入账 符合资格的你 记得赶快来申请 有任何问题 欢迎拨打咨询专线 02-2162-1239